妈妈你看爸爸给我买的氢气球 赶紧出去 不然会爆炸的 氢气球里的氢气是一氧气体 在遇到静电火源时会发生爆炸 还有可能导致全身大面积烧伤 家怎么呢 千万要注意了 还有下面这些保密小知识 赶紧告诉孩子 一定要让他知道 1.高铁站内禁止打伞 高铁站上方的高压接触网 高压电达到1万伏以上 撑伞高度一旦超过2米 就会连人带伞 直接被吸进去 2.被雷电锁定 雷雨天在户外 人一旦被雷电锁定 头发会竖起来 像烧把一样散开 要立即复身离开原地 躲进车内是安全的 3.不能给冰箱暴力除冰 一旦划破冰冻室内壁 导致自冷剂泄漏 很容易有爆炸的风险 正确的做法 是先切断冰箱电源 再放盆热水到冰箱里 关上门等个十几分钟 一打开就自然脱落了 4.安检机帘不能先 安检你前面的门帘叫牵连 是防止X设向外设的防护设备 建议取包时 尽量离牵连远一点 等牵连完全闭合后再取包 4.安检机帘不能先